喔耶穌 喔耶穌 让我与你共度 黑色西装外套 脸上挂着墨镜 去年8月 艺人艾成的追思会上 弟弟蔡艾翔带领全场歌唱 送哥哥最后一程 不论身陷还是外表 犹如双胞胎 怎料艾成过世才刚过200天 传出艾翔也离世的噩耗 消息太过突然 家中排行老三的艾翔 也是艾成的大帝 传出是在3月20号 下午因心肌梗塞过世 只是他3月初时 才来台追悼过艾成 算算和哥哥一样 都是享年40岁 巧的还有两人生前 最后一个上的 都是胡瓜的综艺节目 艾成太太王瞳 曾po出这张合照 感叹着说 长得像艾成吗 怎料一阵子不见 就再也见不到了 当然悲伤是一定会悲伤的 而且又勾起 对艾成的一个思念 这种情况下 当然就会不舒服 这种情况难免 他们还没有这样的安排 因为他们也考虑到 彤彤其实他现在有戏在身 他也未必能够分得了身 王瞳悲痛至极 文章中提及再次感受 撕心裂肺 相信艾成和艾翔 已经在天上团聚 最担心的是 菜爸菜妈的身体 也恳求大家给予空间 毕竟艾成的大哥很早前就过世 如今接连送走艾成艾翔 家中的四个儿子 只剩下小弟蔡爱卫 如今马来西亚家人 忙着处理后事 入恋追思里选在23号举行 白法人送黑法人的痛 短时间难以撫平 TV 许永 花三长军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